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雅氣沖 我是主播婉婷 持續受到這個東北風影響 在我們北部及東半部的 迎風面地區都是非常涼 而且應有短暫真雨的天氣 因此大家外出的時候 不僅要期待一把雨傘 也要多加件外套 才不會感冒著涼 另外中南部的天氣非常穩定 大致上都是屬於多雲稻晴的天氣 但是要特別留意 清晨跟夜晚溫度還是比較低的 這時候就要特別留意日夜溫差的變化 另外海上的風浪相當的強 海上作業船隻朋友也要特別留意小心 而這個蘇拉颱風 預期是沒有直接威脅到我們台灣的 但是在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它會比較靠近我們的台灣 它會在流泉群島一帶 之後就會慢慢地北轉 往日本方向前進 但整體來說這個時間還非常 它的變動度也比較大 因此大家還是要持續關注 這個蘇拉颱風的未來的走向以及動態 那今天的農民魚木小丁寧 要特別提醒農友們 這個白粉病是非常常見的夜部病害 它的形狀就是像這樣 白白的一點點的小病斑 它如果嚴重一點 就會持續地覆蓋在我們的夜面上 影響到它的光合作用 這時候大家農友們就要特別留意 保持好良好通風 避免過於冒命 而且建議您可以輪有使用適當的藥劑 來避免產生抗藥性 那另外最近東北風 一波波影響到我們北部 及東半部的天氣 這時候就要特別留意 這個濕冷天氣 這個蜗菊以及 濕滋花科的 菌核病的發生機率就非常高 那這個菌核病的發生 會容易造成它的發育不良 因此建議農友們 除了要使用適當藥劑以外 也要注意田間的排水 另外拔除一些病株 才會可以有效地防治 使者菌核病的發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叮鈴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這幾天天氣的狀況 因為這幾天還是持續受到 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但是這個舒拉颱風持續的北上 靠近我們琉球群島一帶之後 慢慢的北轉往我們日本方向前進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還是會影響 加上我們東北風 在我們的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水氣就會明顯變多 而且天氣相當不穩定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持續受到 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我們把台灣放大來看 整個東北風都相當的強 因此在海上作業船之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這個大風大浪的情況 尤其在東半部地區 甚至舒拉颱風逐漸北上的時候 會有長浪情況出現 因此海上作業船之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小心 另外這個東北風加上 舒拉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在我們螢幕面的北部及 東半部地區都會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因此在北部及東半部的民眾的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降雨的情況 而相對西班部品種的朋友 天氣是相對比較穩定一些 大致上都是屬於多雲到勤的 但是要特別留意 找舒拉颱風的朋友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些 還是要多穿外套 才不會感冒著涼 另外我們從四天的降雨分布來看 未來四天主要還是受到 典型的東北風的影響 因此在我們的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都是主要的降雨樂區 但是在禮拜四的時候 舒拉颱風比較靠近一點 在我們時候 宜蘭的地區以及東北角地區 都會比較有一些降雨的樂區出現 因此在禮拜四的時候 北部及東半部的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 比較累積雨量 會比較多的時候 因此外這四天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降雨的情況 而且要持續關注著 舒拉颱風的走向囉 以上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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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